25瓶老物源的屋高较低,室内阴暗,设计时全面盘整屋主需求后,改造为三房两厅的空间。 透过格局调整,建材与色彩搭配及收纳规划,创造年轻屋者的幸福居所。 在今天的节目里,我们想提醒有一三大重点。 我们会先说明穿透感失色的高领域,完美收纳规划。 最后告诉你动性性能坚决的私领域。 以灰白目为基调,搭配纹理感较深的木地板,微素明亮温馨的氛围。 玄关区采用涂料界定场域,客厅与厨房多功能式串联,空间尺度放大,比灯光增加视觉高度,改善天花低矮问题。 为达成物种梦想的中导厨房,格局调整适处空间给厨房。 多功能式则踩半高层几合玻璃,穿透感十足。 考量客厅深度足够,于沙发后方规划除层适与展示柜,跳色柜体创造端景墙。 弧形的白色电视墙增添流畅感,巧妙地将设备收整于弧形柜后方,留白的技巧释放空间美感。 多功能防握大家包也能收纳,黑板墙侧的洞洞板可吊卦小物机能十足。 主卧双色墙面与灯带,举视觉延伸效果。 利用开放更衣室区隔主卧与小孩房,提未来生活保留弹性。 更衣室吊挂、抽屉、层窖的设计,衣物可翻门别类收纳。 浴室除浴缸外,也有领域区,该是分离,简洁清爽。 重点自创意设计经验崩布,逐一破解问题,提出更适切的居住空间蓝图,打造耐看又好住的精致美宅。